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荣誉的一个上访的成绩 恭喜恭喜 谢谢 先来聊一下 那么推出了个人的专辑 现在的心情感受如何 因为其实我想不管是从心动到行动 这一张专辑的诞生 其中包括了很多部分 酸与甜苦与辣之间 是不是今天可以首先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觉得还蛮平常心的 就是发完 因为这是我们今年二月就录了 所以到现在已经是九月十月了嘛 音乐都听到烂掉了 所以其实没什么感觉 但是听到像亲朋好友祝福 或是可以因为这样子认识很多电台DJ 或是你知道欧洲得听众朋友 我就会觉得很开心 收到很多讯息啊 这方面我觉得很开心 但是你知道就说推出专辑 当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你的曲子 你的曲目 那其中我知道你不仅仅是会演奏 你的重点是在于你很会作曲 所以呢 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曲风 那其实跟我们的感情 生活或者是体验 都是息息相关 那有人说快乐的人 做不出深刻的曲子 可是你这么的年轻 我想你不需要太多的深刻 可是反而呢 我觉得你怎么会接触到爵士 这是跟过去你学古典音乐啊 是完全不同的生活体会了吧 来 是 对 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一年前吧 上过贵士节的节目 然后有讲过这个话题 就是我为什么会转到爵士是 以前是学古典音乐长大 在台湾 但是后来就觉得 可能就是到 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灵界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天花板 就是你没有办法再继续突破 然后那时候就想要自己创作 然后想要即兴 就想要 想要就是 放更多点子 或是idea在自己的音乐里面 然后就 就接触到爵士乐 然后发现就是 爵士可以满足我这一部分 所以就 毅然决然 就来美国 然后转爵士乐 这样子 那说到这个CD的推出 那现在很多人呢 都是比较习惯性的在网路上 来一个实体上的CD 对人来讲 整个发行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演奏啦 到设计 到宣传 我觉得自己会不会 觉得这个功课或者压力蛮大的 那 会 不用加一个呢 就是肯定聚会 因为 因为我觉得从小就是 我们就只要顾好演奏方面 就好了嘛 对 所以 你也从来不会想到自己要就是 做business的部分 然后 自己要设计 然后要监工 然后你要做很多事情 所以这部分 你就觉得压力很大 很烦啊 因为 他基本上不是跟音乐有关系的 但是你要让 对方听到音乐 就一定要经过这个流程嘛 没错 所以这部分就是一定要做 那个时候也有在想要不要找 那个 record label 就是唱片公司 可是唱片公司呢 他就会拥有你的音乐 或是他会 拿很多版权版税 嗯嗯嗯 所以那个时候 我跟我的制作人讨论 他是说 第一章的话可以试试看 募资 就是请 就是亲朋好友啊 或是 嗯嗯 已经是你粉丝的人 就是募资 大家 有一种大家一起把这张传辑 做出来的感觉 对 对 共同完成 我知道好像在 前一阵子 你在这个 FB上面哦 也是 有很多人 有回馈 反馈 对不对 蛮不错的成绩 对 我很开心 其实我一开始 很不想要做crowdfunding 但是后来就 看到这么多朋友支持 我就觉得 啊 我没有 我没有选错 就是方式 对啊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 呃 CD的诞生 这个作曲的部分 你已经是 很早就规划了 呃 可不可以来介绍一下 呃 这张专辑里面 大概有多少曲目 然后他整个这个呃 曲风是快的多慢的多 还是即兴的 嗯 来聊一下 这张专辑的作曲的部分 我是从2019年6月开始写曲子 当然很多 就是大概有两三首曲子 是我以前在学校写的 可是我不满意 嗯 所以我把它门拿出来 再重新编曲 不过整个动工曲子的部分 是去年的6月 就是2019年的6月开始 嗯 然后整张专辑有12首曲子 五首是改编 就是我改编 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 爵士标准曲 或是中文老歌 嗯 那有七首是原创曲 对 然后 呃 从去年6月一直开始写曲编曲 然后到今年2月进入云市 这样子 嗯嗯 我就在之前呢 其实你从2010年开始 就在台湾 有很多的演出 包括了朱宗庆老师的 这个打击乐团 对不对 那时候对你来讲 都是一种滋养 而从古典跳到了打击乐 然后再从打击乐 一路呢 跑到了美国 我想这当中 这十年之间的这个过程 非常的丰富 不过我们先来 先来谈一下 我知道前一阵子呢 你参加了不少的这个tour OK 包括了全美 然后亚洲 像日本啦 像欧洲啦 很多的地方 听起来让人觉得 哇 非常的羡慕啊 而事实上呢 跟我妈问一样的问题 我妈都会传讯息 跟我说 她好羡慕你 现在又在 哥本哈根 又在法国 什么的 我说 一点都没有什么 好羡慕的 很累 对啊 我们是 我们是那时候是 每天都飞一个国家嘛 所以我们是早上大概五六点就要离开hotel 然后飞到下一个国家 那一到呢 先去hotel放行李 然后直接到演出场地试音 然后晚上大概七点开演 演到大概十点十一点 然后你可能还要跟观众social一下 聊个天 然后又可能又半夜了 又十二点一点 你可能就睡个三四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又要再去机场 所以其实很累 然后没有时间观光的 我很多时候到一个国家 我都不知道我在哪里 对 早上起来可能会想一想 我现在在哪 对某个地方就已经懒得去表解了 然后就赶快飞了 对 所以工作嘛 当然就是比较紧凑 比较紧张 但现在回味起来 应该也是很 很不错的一个滋养 现在这个时节 当然 很怀念还可以飞来飞去的时候啊 现在真的是哪里都去不了 对不对 现在欧洲的那些场地写信给我啊 我都说没有办法去 就可能明年秋天再去 所以现在就只能回味了 没有办法亲自去 对 真的 真的 对 我刚刚讲到就是说 你小的时候就接触了音乐啊 那尽管都是音乐 可是古典跟爵士之间呢 是有很大的差异哦 可能这个框框是我们自己设定的 可是 从 从小这个 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啊 对你来讲 你有没有怀疑过 就是说 可能我当年 不做音乐 我今天会是个什么样的人 从来没有 真的 我觉得我这个人就是还蛮 go with flow的 我不会去想太多 然后 以前小时候一直坚持 学下去是因为 我就觉得 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我比较是那种 乖乖派小孩 没有太去就是 叛逆或是挣扎过 那就一路上学到大学啦 学到大学就进 竹中庆达集乐团 那就开始 教课 变成老师 就变成别人的榜样 所以你也会继续觉得 哦 事情要做好 对啊 所以没有 没有太多怀疑或挣扎 或者是我有觉得说 一种 悔恨 就觉得 哎呀 我当初应该学什么什么 没有耶 就是 我还蛮 一路都还蛮满意 就是 我选择音乐这条路 但是我没有特别喜欢音乐 就是 就是 因为你是从小 你有记忆以来 你就是在 就是一个习惯 对 一种惯性 对 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像人家说什么 哇 好爱音乐 音乐就是我的梦想 比较没有这种感觉 但你知道 从钢琴 然后转换到了铁琴 这个当中 其实也是 蛮 蛮 Dramatic 对 以前 小时候 一定都是学钢琴啊 因为小时候 我是读音乐班 音乐班就是 每一个人都要有两个乐器 其中一个一定要是钢琴 所以几乎上 几乎大家的主修乐器都是钢琴 那后面你才可以选一个乐器 那我后来就选打几乐 这样子 所以没有 也没有太dramatic 就是好像都是 我妈或是老师帮我规划好的 只是我现在 按部就班 对 我真的是按部就班 但我现在就觉得 没有人管我了 现在 可是我还是很喜欢 打几乐这样子 还是很喜欢这个乐器 觉得没有选错 对啊 这怎样的一种动力 让你可以说 暂停了原生的家庭 然后一个人 跑到了美国 这是一种美国梦吗 对你来说 今天在纽约的生活 我觉得我有美国留学梦 但是我没有美国梦 就是我会想要就是来美国上学念书 那个时候在台湾的时候 所以就因为这样的契机就来念书 那念完 念完以后就是要 面对社会现实面的时候 真的是没有梦了 这是没有梦 就是只想着就是怎么赚钱 自己不要饿死 因为你知道 毕业也不能跟家里拿钱啊 什么的 所以应该就是一种 还是那种想要把事情做好的心态吧 就是小时候的那个心态还是在啊 就觉得事情该做的要做 对 但没有太大的梦想 但是就觉得 自己在做的事情好像蛮有趣的 然后都是为了自己 不是说去一个公司上班 然后帮这个公司打拼 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不是 做每一件事情都好像是为了自己在做的 但是说实话就是说 小的时候在家里面总是受到了保护 对不对 对 看起来也是娇滴滴的 可是真的来了纽约之后 你面对自己 或者是面对了生活上 你觉得有 这几年当中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就煮饭越来越好吃算吗 我觉得 对啦 煮饭这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自己有办法 把就是你知道 生活上面小琐事 比如说 报税啊 比如说 自己把自己银行账户管好啊 就是这种生活上面的事 自己租房子啊 自己你知道搞定一些就是房子的问题啊什么的 嗯嗯 对啊 自己叫水电来修啊什么 你知道这种以前在家里都是可能爸爸会做啊 或者是妈妈 妈妈帮忙弄啊 什么保险啊什么的 我觉得这种生活事情算是 就是学到很多吧 哎 你说你最近住在Harlem 是不是 对啊 我现在住Harlem 嗯 你觉得这环境目前对我来讲 我很喜欢Harlem 我觉得Harlem 给我的感觉是很有生命力的 因为我之前是住在Queens Queens就是比较peaceful 就是大家相安无事的自己过生活 但在Harlem的话 就是我觉得大家在路上 比较New Yorker 对 大家在路上都很有活力啊 会打招呼啊 或者是不知道 路上人蛮多的 然后 我 我还蛮喜欢这边的交通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嗯嗯嗯 对啊 不错 你知道就像我们刚刚说 你在生活上面必须要有一些 自己的调整或者是突破啊 嗯 而说到了这个音乐的部分 你必须要跟很多人去完成 进入了一个新的 工作的环境 你知道必须要打入他们的圈子 你觉得一个台湾来的女孩 呃怎么样能够再快速的融入 你会不会有一些不适应 我一开始超怕的 嗯嗯 然后其实这个问题我 因为我现在陆续很接受很多电台访问 他们都会问我这个问题 嗯 问我说就是你是一个Asian 然后又是female 那你你自己要怎么融入这个地方 其实很多人 或者是我在tour 在在在欧洲的时候 有些人会过来问我说你是唯一在船里的一个女生 然后你又是唯一的亚洲人 你怎么感觉 其实大家还蛮好奇这个点 但我觉得我就是做自己耶 我觉得其实 我觉得好像比较不是种族或性别 好像是这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样 嗯 个性相向的人就会走在一起 也不管种族或是性别 最后都会在一起 那那个中国的中文那句话叫什么 物与类聚嘛 嗯嗯嗯 就是你会跟你自己 你会跟你自己就是亲近的人 就是或是想法像的人在一起嘛 那我跟这些 我的意思是说你怎么会 你小的时候吃的是米 但你今天要吃面包 你知道这个其实就是说很多 在生活习惯上或者是思想的 这个你知道就是说 对 会这么快的融入吗 你觉得音乐有很大的帮助 或者 绝对 因为因为音乐就是把 把这两个看起来互不相关的人拉紧 因为就有个很大的部分 这两个人是相似的嘛 嗯嗯 对啊 所以像音乐是占我 一天之中大概百分之 七十 那如果这七十跟另外一个人 他也有 他的音乐对他来说也是百分之七十 那我们两个不是就很好讲话吗 对不对 应该是这种感觉 所以音乐就是把这个距离缩短了 嗯哼 对 那么在 除了演出 你现在 就是我们哪里也跑不掉了 就在纽约 我知道你还有教书 对 你的学生是什么样的 对象 是小孩吗 还是大人 都有 你怎么样去跟他们沟通 嗯 我的学生的话 有年纪跟我一样大的 比我小一点的 也有小朋友 嗯 然后沟通 嗯 你是要这么发紧的 准备好很多的这个内容 就像老师一样 嗯 还是说 分门叠 就是说 呃 有教无类 是怎么样的一个方法 应该算是有教无类吧 就是 应该就是我会先以就是比较像朋友的那种感觉 嗯 去跟他们相处 我我这个会讲出来是因为 我有些小朋友的家长会这样跟我说 他们会跟我说 他们觉得很开心 觉得我跟他们的小朋友是 是像朋友这样子 嗯 不是像一个老师对学生 嗯 是让朋友这样子一起成长的 一起玩 对不对 玩音乐 play music 对 应该比较像是这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跟他比较亲近的话 你讲的话他才听得进去嘛 嗯 所以我通常都是以比较朋友的这种角色在当老师 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随和的人 还是一个比较固执的人呢 哦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 我觉得我是随和中带有固执 应该就是说我 我很随和的时候就是很随和 但是我有我几个坚持的点嘛 嗯 所以就是如果 通常多半时候我都很随和啦 但是如果到我几个坚持的地方 我很坚持的话 对方通常就会知道了 因为我平常都很随和 所以如果我一坚持的时候 其实对方就会知道 好那那可能稍微要balance一下这样子 是有一个限制 对对对 可是对你来讲 现在据说在 呃 专辑也出了 然后最近就是一个 这个冲刺期啊 我看你经常上很多这个美国啊或欧洲的这个电台啊 我们接受访问 那那是怎么样的一种 这个 觉得有趣吗 对的来讲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说 这是你工作的一个部分 对 你觉得你很擅长这个部分 还是觉得 哎呀 也挺辛苦的 我觉得我就是当做聊天嘛 辛苦的地方是 有时候那些DJ 他们可能跟你是比较不同世界的人 嗯 但是想法那个思考的回路 跟你模式 模式 一直问 然后我就是微笑也答不出来呢 但是他就是一直问 同一个问题问三次 所以这种情况我就会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那像 如果你遇到你很 跟像贵士杰跟我这样子 我们平常私底下是会吃饭聊天 嗯嗯嗯 我也有遇到地址是像这样子的 就很好聊 嗯嗯 就是我觉得还是回到我刚刚说的那个 看人 看这个人的个性 对 嗯嗯 对我 你刚刚拿了那张专辑 现在镜头上 show给我们看一下吧 好 好漂亮哦 对我的专辑 打开来 打开来 我们要怎么样去购买 其实呢 我没有在美国发实体 我是美国只有发数位 只有在台湾 还有实体上架 嗯嗯嗯 目前台湾已经上架 还没 十月底 哦 十月底 对 那你需要飞回去吗 不用不用 我台湾有开一板印刷 然后台湾有请 有签 那个发行公司 嗯嗯嗯 对对对对 所以台湾 呃美国我卖的话通常都是粉丝直接联络我 然后我会寄给他们这样子 你到时候把那个连接的部分哦 我知道我们会给你做一个小小的单元 所以呢到时候我们的朋友可以在这个 嗯嗯 镜头上面看见哦 嗯 OK 我想今天真的很开心哦 能够呃 呃跟千千空中的约会 那么也希望你呢 这一张专辑能够大卖 呃在生活上面也是 圆奶 谢谢 谢谢 我们真的要约这个等疫情稍微好一点之后 面对面 还欠你一顿饭 哪有欠我 我欠你 我欠你一顿饭吧 好了 谢谢谢谢 谢谢 OK 拜拜 拜拜